字幕內容可能含有大量粗口, 敬請各位注意 Hello, 歡迎大家, 來到… 吊高李過海 吊高李過海, 其實不知, 我想考考Regine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個台, 賣部工房, 我們靠什麼起家? 靈異, 神怪的, 當然, 我有看過 那好吧, 都不枉我花重金禮聘你回來 重金了 因為平時好像我們那些只是一個飯盒 多謝 你是有兩個飯盒的 多謝, 很受尊重 那當然了, 不用說了 真的這樣說, 我們的台營運了幾年 都請過很多師傅上來講 關於無論風水、玄學 甚至賓儀, 我們都有涉獵的 都有講過, 有提過 今天這位嘉賓 你應該沒見過的 但這位嘉賓來頭就猛 因為他之前都經常上我們節目 經常跟我們分享一些風水和殯葬界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子東師傅 又是我 滿不滿? 歡迎子東師傅 而你通常都是文質奔奔 正經地說 今天若允許你有少少不正經都可以 少少, 不過我們都要尊重客戶的私隱 不要緊要, 不需要開尾 還有你講到緊張的時候, 我會幫你打架 一緊張的時候, 我才會打架 或是我說的, 麻煩幫我打架 是很長的 放心 就是這樣說 為何今天請你上來呢 因為我們都講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客人很難頂, 很難照, 很難攪 有一個行業是神秘的 因為我覺得, 當一家裡有白事 有死亡人 其實那個時間 通常那些人 無論是社團也好 很暴淚的人也好 又或者很有錢的人也好 那個時間一定會低調些 其實你遇過的客人 有沒有在搞白事的時候 依然都覺得很難頂 有些是 記得我之前, 現在再說一次 有些客人 他又不是客人 他是朋友 因為你的客人 已經躺下了 那些客人, 我有些未來 大哥 你的客人是親索給錢 不然怎樣給錢 不然真的 你給我陰獅子 怕我怎樣收 我講一個很有趣的 有些客人的朋友 就是旁邊的旁邊的客人 對, 旁邊的客人 因為是姨媽姑姐 很有趣的 那些是親戚 那些是最麻煩的 有些像結婚 永遠都是紮利那些 是紅事白事最煩的 是, 是的 其實不是說 我們通常說最煩的 其實那些子女都煩的 你也知道 有時候說分家產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會在你面前上演 他們很麻煩 不是他們不會上演 很有趣的 但是那次很有趣的 那些姨媽姑姐 就是那些可能 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親家 等一下 那個先人是誰 先人的 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我忘記了 即是其中一邊的 即是父母 是的 即是那個先人的 可能是男家的爸爸 你當是先人的朋友 那條女 那條女呢 頂她的肺 一穿到紅色衣服 玩什麼 都不知道搞什麼 他幾大年紀 應該都五十幾歲 好像拿來玩東西 他是故意玩東西 我覺得他老爸這個是玩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正常 即是常識到不常識 即即是你不穿黑白也好 你都穿深色 都素色的 你一定不會選這幾個字 就像我們這些衣服 我這些都很勉強 不是你這些是對的 我這些都可以 就是這樣 尋一點 不會特地紅色 你平時都很少穿紅色 我想問 小時候的先人 那個朋友 你覺得是他的襯家女朋友 是一個襯家 大哥 你不可能穿紅色衣服 或是髮膠煎紙 化妝妝 特地 好像電髮 好像去撞 搞得好像去做另一個儀式 是的 你怕不怕 就是冥婚 真的很奇怪 好像 那些人不是有少少 看上去 那些家人 就沒有 就沒有反感 有反感 好像有罵過 但是那個人 都是不理他 不理他 但那個人 跟先人熟不熟 真的沒有 他深究 但應該 聽聞就是有少少 有少少不合雅 過來專門搞事 他都幾大膽 因為你正常 通常你對方過了身 你會礙於 他是先人 他已經是成為了 我們所謂的靈魂 那你都會害怕 會給東西搞的 你一定會害怕 你怎會不害怕 因為現在 對 你現在 你一定不跟別人鬥 人家隨意 就進來你家 可能他覺得 新鬼不敢搞 沒有化力 對吧 這些是你 你屬行情的師傅 但是你平凡人 我會覺得鬼就是鬼 是呀 是呀 你怎會夠撲到這樣做 我不知道 我只看見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很適合 我心想 你玩甚麼 勇敢 真的勇敢 這個也不是西里 這個是瘋 他是想快點 先人帶他下去 比較壞 就是很挑釁 是呀 他整天經常很挑釁 可能真的是冥婚 你都說真的 可能他的兒子 三奶不出奇 可能有些感情瓜葛 一路都坐不正 我坐不正 都給他做事 但沒有心灸 不過我們只是猜 好了 剛才你提外話 你又說 喂 有些人 是會 現場上演 爭家產 是怎樣的呢 可能是不是 我要捧著 照片 我顯示 即是說話有骨 老爸之前 在醫院的時候 又不見你來 那些 一定要說這些對方 老爸 那層樓留給我的 雖然沒有寫 現在老爸在這裡 捧著 你不是回來拿 你不是回來拿 我們很享受這場戲 其實通常都有這些 真的很多 其實不要說錢銀多少 就算錢銀少 都有這些 即是可能 即是未必是家產 純粹是保險 不是 有時候不是保險有事 可能 你都知道 很多兄弟 很多分家 他們幾家人 有些不妥 就上去就搞事 即是有人靈一點 那怎樣搞事 即是不是吵架 在那裏專門做些事 即是在靈堂 即是靈堂 靈堂 我講一個例子 真實的 很真實 放心 打架仔 不用打架仔 不會尋仇 不害怕 很簡單 不害怕 因為這些人很熟 所以不害怕 那一次 就是 媽離世了 媽離世了 剛剛好 他有 你當是有五六個子女 即是有五房人 五房人 因為有些離世了 有些什麼 你當是五房人 分開了 子女之後 下面有一些孫 即是外孫 很有趣 他們之前聽聞沒有事不吵架 聽聞沒有事不吵架 因為真的可能是 在做儀式 他們就要談 我要做什麼儀式 什麼什麼 即是在約你們去搞事之前 他就被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特別 其實他們都是在行頭 都是做那一行 我自己做什麼行 你也知道 殯儀行業 有吵架 等等 這件事很有趣 就沒有事 他們就說 我們怎樣做 就趕了 趕了之後 就有趣了 推翻了 對 之後 我們會有打三七、五七、美七 我們做這行 你也知道 專業 我就是知道美七 我有聽過 三七、五七 那些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三七、五七、美七 那些不同 即是他們有幾堂 有幾堂 三七通常打兒子 即是兒子打的 然後五七是女兒打的 學到東西了 失業 然後美七通常都是 即是雖然這些東西 即是老實說 即是孫打 很多 當然不用用 但也會經歷 但現在很少人知道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 簡化了 對,簡化了 工作上沒有空 指通,我想問你一個題目 你剛才說過 其實他是不是可以選擇打幾堂債 當然可以 錢、銀的問題 但通常你不會… 即現在你… 譬如不要說疫情 其實本身先人為體 他不會去寧堂 那麼多次 我們通常這些是去道堂做的 意思是寧堂可能已經打了一次火花 對,打了一次 之後再補辦 他們通常我們去寧堂打的三七五七齋 就不同儀式 即是不是我們去大酒店 不是大酒店 走金銀橋 那個橋拿著燈籠 然後破地獄 不是那些 不是坐蓮花 不是那些 是另外一款 是另外一款做些東西 可能是那些… 其實我們賣布的時候 我們做過的 有幾個師傅 請一些香花燈、茶酒果 那些 OK 或者是做些… 拜慘儀式 即會是慘經文類的 對,經文居多 會靜態的 不會做破地獄的 破地獄通常都是大酒店 明白 那你剛才說 他去到… 定好那些東西之後 就開始來了 本來定好 我當作下個月多少日 是 是 就上房 這樣 上房 即是上房 即是上大酒店 對 然後晚上做兒聲 即是早上出品 是 這個是基本的 我不要說道堂那些 是 是 是 到唐肯能直出 聽過的 是 是 通常我們做完 他們計算我下個月做 但是之前我們剛才說 三七五七 尾七齋 即是定好 然後就說 我今天 我預計下個星期 我當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我這一天 來不了 不是,我先聽著 不是來不了,很差 下個星期 可能有些孫仔 即是外孫、內孫 他們自己談 我們不如跟阿嬤、外婆打場齋 問問長輩好不好 然後就談了 就OK 即是大家的孫仔夾錢 很有趣 本來就談好了 然後去到當日 前一晚 然後就開始說不來 又說吵 又說你搞事 你搞什麼 平時都沒有 你現在要拿什麼好處 拿什麼成 我明白了 我大約理解到一個故事 可能一些外孫 不知哪一個 孫還是外孫 有人提出要打唐劑 即是加多唐劑 對,加多唐劑 然後就談好了 說他們自己出錢 然後去到差不多 可能原本是一、二房提出的 你可以這樣說 然後三、四房 你拼什麼 拼上位 拼上位 拼上位,總之有問題 你現在要搞什麼 其實這些環境 即上位 都是阿嬤看到的 最好笑不要緊 律師看不到 最好笑不要緊 你說那天還是照做而認識 但是否已經約了 約了 那些道堂都已經約了 好的 都沒有所謂 最好笑的是 同一天、同一個時間 在另一個地方 再打 再打一場劑 那… 先人去哪邊 忙一點 兩邊走一走 因為請他過來 那邊是你 剛剛一坐下 對 那邊又來了 又來了 唉 很難坐在紅磡 否則會走死他 我就說 即使先人是一個 適轉移 即使先人是一個 適轉移 你要飄 你要逆力 對 他不是那些大神 可以分身 大佬 受你那堂債 叫什麼 過何濕腳 即是已經不見了 即是美見官先打50 還挺辛苦 對不對 即是本身你可能受100 喂大佬 我跑的力都用了50 你明白嗎 神經病 那我想問 即是後來 變了好像兩台戲 是的,兩台戲 即是其實現在 你見到他 其實 開始好像說到 大家一起 很團結 一起走 我們最後一程 然後攪拌一下 不知為何 分開了一房二房 三房又四房 即是他們那家人 即是有 你當是一二三 就是一班 四五六 就是一班 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 你一定要有些 叫做連群結黨 你才會搞這些 但那些孫子 即是可能那些孫子 就沒有所謂 但有些 就知道他們覺得 黏了那邊 就是四五六 即是二三那邊 有些是父母 即是父母 姑姐姑媽 但真的很有趣 這樣做完 都算數了 已經有些吵架 即是三七這個 即是做完了 接著 就上殯儀館 又來了 又來了? 是的,來了 真的 即是不得安寧 真的 接著我見到一個孫子 很淒慘 即是孫子很難真心 大孫 不要真心 誰都真心 不要管他 他剛才那句 很有骨 不要管 誰都真心 當你真心 當你真心 我們經常都說 很簡單 先人是在哪裡要孝順 是 死前孝順 死後你裝什麼 我覺得 即是這句 即是這句我夠膽講 忠行 真心 你不要裝 人不在 你拼什麼 即是說真真心 但因為有些我知道 可能孫子 先人未離開時 都一個星期都會去探訪一次 即是探訪的 是的 有些子女 有些是一個星期探訪的 有些是按月計 不是按月計 按年計 不是按年計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有時候 她見到婚 如果她的 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 即是她的 她的 她的媳婦 她的媳婦 她的外家 男女的外家 那個男女是好 就會跟她一起好 但那個外家 即是那個男女 如果她只是掛念自己外家那邊 就有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見到這些 可能那個男女 就會變質 本來很孝順 感覺上去到不同了 所以很多人結婚 第一件事 選對象 其實你不要老套一點 選一個孝順的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孝順 籠統一點 就是包括雙方父母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見到有些人 本身她不孝順的話 其實她是男女家都不會黏的 就是選一些東西來講 結婚的時候 她還會抓你不黏 因為她都不喜歡黏家 你都不需要黏家 所以其實選一個電視機 或者是YouTube前面的觀眾 如果你的子女選擇媳婦 或者是選女婦 我覺得你要忠告你的子女 其實選另一半 第一條是選孝順 我可以說一點 如果孝順 說真的 我們都說選兒子不如選好媳婦 好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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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老婆之前做醫管局 那時候做醫院裡面的患病床 然後她看到一家人很有趣 老母在那裡 但是她經常說 為什麼經常看到她有個女兒 然後連個女婿 就算不見到女兒和老闆 都會看到兒子和女兒 即是和媳婦在那裡 還有一件事很厲害 就是媽媽可能差一點 她會幫她換衣服 換片 換東西 抹身 是女婦或媳婦都會做的 所以如果真心 這個人 這個人我都說 喂 你多少錢 你多少錢都沒有用 這件事真是很幸福 我聽完我老婆說 聽完我都說這個 你不要說錢不錢錢的問題 這個是那家人 因為小朋友會看著你的 你這樣對人 他會跟著下去的 所以如果選這些 真心要去留意一下你的 另一半是怎樣 不要說她好不好 好不孝順 最重要她 她孝順 可能孝順自己父母 不孝順你的 所以要大家去衡量 或者有些 你都知道了 不關什麼事 可能是婆婆 或者老婆 真的要改善一下 所以很難得 剛才說到 上到大酒店吵 吵什麼可以怎樣 因為我其實 打斷你的意識 不要理解 他們說欠著數 都是自己出錢打齋 因為我先人沒有東西出 你期望私人報夢 給你聽今晚六合彩做什麼 或者他期望私人報夢 給你聽 隔曼的文碼是怎樣 對 都沒有錢 家裏都沒有錢 那為何要欠 對 沒有錢 普通家庭 那欠什麼 欠一口氣 即是他們為了勝利和榮譽 是的 為甚麼 因為他們平時 你當兩邊人已經有世仇 即是大家互相看 大家互相看 互相看不順眼 互相看不順眼 我又看不順眼 你又看不順眼 有時候可能純粹看不順眼 即是覺得阿姐 阿姐打行只要花兩萬 不行 我要花四萬才行 我要比她威脅 那些 是這樣 沒所謂 那你就多做幾場 我不是說三七、美七、美七 他最… 周圍 周圍 如人得利 如人得利 我不是賺錢的 大哥 我賺錢賺得不多 他們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 不是 還有這樣說 大哥 你是這一行的服務行業 你賺錢是應該的 應該的 他找你打二十龐劑 他喜歡賺你 沒有問題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不關你的事 這樣挖棚雙真 如人得利 OK 多謝你 過到去無所謂 你當我多了錢 但是虛道很有趣 那一天 他們… 我這樣說 他那個客人 就認識做唐官 唐官 我知道 裏面做事 那些 誰是誰 問甚麼 我… 待會你要拿燈籠 因為他是大孫 拿燈籠 然後他就說 你先問他那些 那些人 待會不給他就只會搞 當然可以 他說得明 OK 其實已經談好了 但是 一做過橋儀式 就在拍桌 為甚麼是你拿燈籠 他不是 現在我說錯了 誰說大孫一定會做這件事 我真的感覺到 一定是這樣的 誰說 是啊 但是記住 他… 但不是長子的孫做嗎 一定是 是長子的孫做 但記住 最重點就是 他們是那個行頭的人 他們的行頭 他們會知道那個程序 很簡單 你們外人 你們不認識的都知道 長子的孫做 難道我搶來做嗎 對 他走了你就說 小孫做 對 對 他不在 如果沒有孫 沒有孫子 可能找一些 再小些 或者是 叫師父做 對 這樣 他們就打了 原來 不用的 是他們說的 行頭的人說的 我說你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不關大不大孫的事 即是那個行頭 出聲 對 那時候就拍桌 我為何要讓你做 我 他們是吼咬大家 吼咬大家 大家都很冷 即是他們已經不是為了爭 東西 他們本身就是看大家 不順眼 不順眼到靈台處 那孫子還要是 已經是整個月沒有出過聲 沒有理過 甚麼都不理 讓你上面那些在自己 你吵架 對 大哥 很簡單 走了我阿嬤 那個阿嬤是他最深愛的 就是臭大的 他都不出聲不成了 剛剛才 都還要在那裡吵 去到便 沒得做 之後便拍桌 吵架 說這些事情 最後 就是給其中一個的孫子 就是他的弟弟去做 這件事 但是我大孫就沒有理會 因為很簡單的問題 是上面的問題 不關那些弟弟的事 你罵那些弟弟拖嗎 他覺得 老實說 如果你說去到靈堂 我真的一出靈堂 我就打他 我打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那個人熟 因為那個人覺得說 我尊重那個先人 因為那個先人是我最 所以我就出靈堂才打 最喜歡的一個 就是最什麼 他們因為是那個時間 才能搞到那個人 所以他在那個時間 就玩他 你明白嗎 即他們已經是 不是將這件事 是送別的先人 他們是送別之後再玩他 而是藉著一個契機 來出大家的 做他的事 因為平時那個孫子 他們玩不到他 做不到他的事 因為他覺得是OK的 所以他現在在這個時間 就去搞他 即是落他面 真實力 但其實他們這樣 令到他很無聊 但其實他們這樣 是落自己面 那個孫子走過去 走過去那個牌道 然後裝香 現在呢 不是我不做阿媽 是你的子女不讓我做 不要緊的 到時他們走的時候 你們自己跟他說 就說一句 然後走出去 哭了一口 男人來的 都要哭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他會覺得很懵惡 知道我嗎 是 真的懵惡 他懵惡 然後他的老婆看到 都出不了聲 因為那個懵惡程度 你沒有得去 我明白 沒有得說 有些話 我都說好像看了唐X風暴 唐X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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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這樣 但是人家都有家產分 這個沒有的 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真的 這些人 奇怪 你說爭家產有一個誘因 我都覺得還有些誘因 但是你這樣純粹大家 你純粹為了要落他面 而且很有趣 他裡面有些 可能他大孫和那班的表兄弟姊妹都Fan 他分兩片 跟那邊的 A面的 小的那班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很有趣 他就說 當是大孫的屋子的表哥表姐 就說 你自己做了些什麼 自己心照 這樣說 這樣說 接著之後 勾了頭 然後孫就說 因為我聽著 他說 我好像整個月沒有發聲 Whatsapp都沒有回覆過 他說 你做了什麼 心裡做明 就是說 你沒有回覆過Whatsapp 不是 因為他們很有趣 難聽 那天 他們自己唯威唯 可能那些 你都知道 有時候 手掌也是手 手臂也是肉 可能我姐姐就是你的弟弟 不是你的兒子 那些 那些 說完之後 他就跟那些子女說 那些子女還要讀到書 但是應該 我以前都說 你讀到書 但是他不懂分析 是真還是假的 是適合遇錯的 這些叫什麼 讀屎片 因為那件事很久了 最後現在很有趣 聽回我的朋友 即是聽回我的客人 不是朋友 就是客人 之後他的IG 他無神神 有一些帖子 那個人就讚回去 他心想 為什麼拿東西讚我 你不想暗示我 很簡單 一個問題 你弄到我這樣 平時和你的關係非常之好 從小到大的關係是很好 感情的 因為這件事已經沒有感情 但是為什麼會 如果從小到大 有感情 他跟那些兒媽姑姐 都有感情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們兩家的上面 吵架 令到他們下年世 都沒有辦法繼續維持 因為有時候是這樣的 就算可能他當 當我和你的親戚 我爸爸 可能和你媽媽 是兄妹 可能你本身 你媽媽很疼我 假設 如果他不妥給我爸爸 如果他做事 有些事情 他會連你都會增加 都是 突然之間 還有很有趣 因為那個大孫 那個父母的父母 走了 所以他就變了 那又不同了 還有那個大孫 是比較強勢的人 所以為何會在那裡玩去 可能是成人事 那些 不果不失 他說普通 過到現在這一刻 你知道 這個是你最喜歡的 就搞你 我媽媽都照搞 就是這樣 但其實那群人 那群人覺得落他面 但其實那群人是失禮自己 因為你去搞這些儀式的時候 其實不止你陸房人 你還有一些親戚 還有一些朋友 你的朋友都會來 因為有時候 跟你關係好一點 知道你媽媽不在 他都會來現場 莊珠香 這些時間 你不是被人看到肉酸嗎 看到了 還有他在行頭內 也很多人認識 即那個人本身是行頭內的人認識 是行頭內的人認識 然後去到之後 我猜就是因為他行頭的人認識 他故意這樣搞 但是他叫大孫不做 是不是愚蠢 你不是被人 你做這行 他被人笑你 對不對 很簡單 我做風水 很簡單 我不要講殯儀館 我不要講殯儀館 剛剛都說了 有人問我去殯儀館 師傅 那我應該穿什麼衣服 難道我叫人穿紅紫鏟嗎 就是反過來 因為有時候 人家的概念 你們外人都知道 我們都是穿這些 素色衣服 就是這樣的 不過就算不是這個行頭 真的失禮 兩個字 你不會在這些場合 你要吵的話 你自己約出來 我覺得尊重一點 但是你不會 你不會在靈堂的時候 你孫真是很脾氣 如果比著我 平時他是不脾氣的 是因為 為了媽媽 為了媽媽 才不吵架 你才不是 因為這件事 其實罵了很多 因為很有趣 之後都有些事情發生 他們上面一班 有吵架 最高領導 但是那邊就沒事 可能兩邊是一個抗衡 那些小朋友 那些第三代 第二代沒有事 吵架 但是第三代 那一夜 現在就害了第三代 就是無妄之中 還有些事情 之後完結 第二天 都是 摸摸而終 都由他 算了 真心的 很緊要 很辛苦 差點去世 不是開玩笑 第二天 還是有些問題 要照吵 第二天就是出嵌上山 出嵌 是的 那些事情更嚴重 你不想捧著我 那張照片 為什麼 有 因為很有趣 不用的 師傅幫忙 通常捧照的 就是兒子 不是孫的 不是孫的 就是第二代 然後祖先 通常都是小兒子 他們有幾個兒子 那就不用怕 我就不需要孫 他不可以說孫 你拿燈籠 我給別人 我是不讓你 就吹嗎 很老套 很老套 很小學生 很幼稚 他們在做 閑橋 金銀橋的儀式 大孫就走出去哭 是的 然後大孫 還叫老婆跟著走 通常這些情況 女人沒有那麼排 那些叫做 婦孺 沒有那麼有敵視 譬如你被人揹緊的時候 你叫老婆跟著後面的隊 做儀式 通常沒有那麼大 老婆知道老公很疼先人 我知道 所以她知道那天都被人玩 但想不到玩得那麼離譜 你明白嗎 老實說 那個人 正是因為你說其中一個 是項頭的人 他覺得這樣玩得到人 其實 雖然大孫可能心理上有打擊 但實際上 其實沒有玩到他 就是 玩他什麼 我不用開燈籠 你玩得到我什麼 不是的 不是的 他講的 很簡單的問題 我平時強勢開的 你現在這樣玩 我很委屈 真心委屈 由啞口吃黃年 不能出聲 平時做不到 平時他都不會被人玩 是因為這件事 你才可以做他的事 所以其實他很委屈 但沒辦法 他心裏面都想 有條刺 但算數 因為媽媽的問題 第二天出辦的時候 第二天沒什麼事 都是小事 去到之後 之後 聽著 很長氣 這個很長氣 行 繼續 去到之後 他們不是土壯 是火壯 火壯之後 我要爭著按鈕 爭著按鈕都無所謂 誰爭 以後 火壯完之後 就說要等骨灰到 等骨灰到 很有趣 他們不知道把媽媽收到哪裏 蛤 什麼 是啊 他不知道把媽媽收到哪裏 是啊 你也收到我吧 兩班人 這班人就知道 這班人又不知道 神經病 即是他們故意不告訴他們 是啊 不告訴那幾個人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他放了骨灰位 是啊 他不告訴他們 不告訴他們 神經病 這個真的是神經病 現在幾年都沒發聲 當然可以用別的方法去找 但有時候他們覺得 先不要去玩得那麼盡 因為都會 但是再是這樣 就會發聲 是啊 很有趣 哇 你真是責任 是啊 很有趣 我不讓你媽媽見 你不要打算上鄉 你沒有機會上鄉 他們很好奇 很好奇 很想去訪問他們本人 究竟對方做了什麼 要去到這樣 十我不捨 大佬我不讓你媽媽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剛才聽你說 他們那幾家人 本身不會因為 有些人會說 我很生氣你 為什麼一年只去探媽媽一次 可能有這些生氣的 會牽涉 但是 因為我剛才暫時聽了 紫冬師傅說 只有孫子每個月都去探媽媽 每個月 每個星期 其他人 一年都不見不到兩次 還有現在被牌涉的就是孫子 孫子和上面有一班 他都不知道 那個骨灰位是怎樣 不知道的 免得吵著 對 他們是親愛媽媽 但是反而被他們這樣看 真是 真是傻 他們沒有人孝順 他們真的之前都孝順 我們剛才說 未結婚的時候 或者女兒 我們剛才說過問題 其實其中一個女兒是很孝順的 但是不知為何 帶人到你很瘋 如果你真是孝順 你怎麼會阻止孫子去戴媽媽 對 這個也是其中一宗 就是這樣說完 那個灰 沒得了 是不是很奇特 那一宗也是 那個灰就是 可能是 哥哥的弟弟走了 那個老爸燒了 收起來了 然後你當是老爸和哥哥姐 相親一點 家姐、哥哥弟弟 他們有三個小朋友 就是爸爸下面有三個小朋友 他們很有趣 他們兩個就吵了 已經不擦眼了 他們離開的時候 沒有辦法 就叫了老爸做 做完之後 老爸把骨灰收起來了 然後又吐出去 大姐和哥哥是完全不知道的 誰和誰不適合 就是老爸和三個子女 老爸和三個子女都不適合 就是三個子女連成一線 都是連成一線 就是老爸不顧家 不吃 由制度大都是玩 追求女兒 就是沒有你家的 所以那三個小朋友很討厭 對 就是真的 為什麼一定要需要爸爸 因為他離開之後 好像有些事情 他要叫他去搞 所以他就收起來了之後 這麼瘋 對 如果都還未告訴別人 他去拜邊 我心想 又是這樣 這個世界上你猜不到 有人說收金條我相信 不悔了人 他收起來 其實要找找到 是 可能查到 查到的 真心我也知道 可能他們沒有去 吃環那些 不想解到這麼盡 你可以吃環慢慢問名 什麼時候走都查到 放心 但去到這樣幾乎 我都說 神經病 還有 爸爸的心理 就是他都不喜歡那三個子女 你們這麼疼弟弟 我不讓你們去拜 那弟弟 你姐姐和哥哥 都不會有人來拜你 應該是 都是的 之前都被人說 因為他們兩個 從小照顧 弟弟很照顧 不過有一點點 你當是戀愛 或者有些事情 因為他們兩個 姐姐和哥哥 是強勢的 照顧得很好 可能他承受的 小弟零售的壓力 承受不了才離開 你明白 明白 然後被人說 是因為你 可能被一些表兄弟姊妹說 是因為你們兩個 中壞他 是 這樣去趕去 什麼什麼 所以他現在跳樓了 自殺了 這樣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之後就沒事 但都不應該這樣說 他們是這樣 所以你叫我說 你看 這些家庭上問題很瘋 不過真的 藏起骨灰這件事 令人 很毒 你的心地很差 很差 他還沒有變態 有一些 等你敗了 灑下去 他沒有 但藏起來 也不知道去哪裡 一樣的心態 其實差不多 很久了 差不多 不過有時候 我覺得 看白事 其實是 看到你那些親人 究竟去 嘴唸 對 嘴唸 他剛才說 我的話 我最近麻煩了 智忠師傅一件事 就是我舅父 今年年初 就肺炎走了 OK 其實這件事 因為我都很肯定 我的親戚不會看 所以我就會吊咬他 我會在這裏吊咬他 我舅父走了 然後要扮生育事 因為我的舅父是沒有子女的 他老婆是一個比較自私的人 比較自私的人 就是在我的立場 我舅父走 也是因為他才走 就是因為他 搞到他走了 因為我舅父那時是 病了一段時間 已經又發燒 又後腦痛 說不出話 我爬上去探望他的時候 就是拿東西上去 因為那一陣子很厲害 有一名Omicron很厲害 3、4月的時候 我爸爸就拿東西上去 拿一些日用品上去給他 我老爸說 叫你哥哥 就是跟我媽媽說 叫你哥哥 你哥哥都沒有反應 就是有些呆滯 有些呆滯 我老爸說 是不是不舒服 但也沒有為意 因為我媽媽有跟他嫂子 聊天電話 就是我舅父的老婆 就是我舅母 有聊天電話 我舅母就說 沒事 你哥哥吃點藥就可以了 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殊不知 其實已經吐了一個禮拜 都是高消和喉嚨不同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有症狀 是 但我們後來去分析 為何他一直不送他去醫院 因為他自己怕去醫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怕自己的事 但問題是他老公都跟他在同一間屋 是啊 所以我就奇怪了 好了 去到我舅父真的送醫院 送醫院那天 就是因為他打給我媽 就說我舅父跌倒 跌倒 要叫我媽媽去扶他 叫我媽媽去扶他 教清楚一點 叫我媽媽去扶他 他自己不肯扶 不是他自己不肯扶 我媽媽說 你當然要按平安鐘 老人家來的 你會直接叫救護車去幫忙 然後他跟我媽媽說 不行 我很怕去醫院 他說我按平安鐘 醫院會載我去 然後我媽媽說 你趕快按 老人家跌倒會失救 他說不要緊 我扶你哥哥上床休息一下 就沒事了 之後我聽回 我已經說了 我真的瘋了 你用一下腦子想想 你也知道 你是不是自私到這樣 然後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 就立即說確診了 因為你全部的症狀都是 然後已經要立即用呼吸機 即上呼吸機 他一直都沒有跟我媽媽說病情 等等 因為我媽媽找他 找不到他 他就留了我媽媽的電話給醫院那邊 他怕到這樣 他怕醫院來聯絡他 是啊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反正就是他什麼都不想來 什麼都不想來 我媽媽就聽電話 後來去到 即我舅舅差不多 我原本都以為舅舅 真的熬得過 因為上薪金費 好像好了一些 可以吃到藥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當時 因為我都是零零碎碎 聽我媽媽說 後來去到 我舅舅真的臨走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 找不到他 說見到最後一面那些 因為你去不到醫院探望 你只可以Facetime 他又搞得不清不楚 他那邊外家那些 小姐姐女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那邊外家那些親戚 總之又出謀話策 總之這件事盡量 簡單來說 就是想拋個球給我媽媽那邊去搞 簡單來說 好了 搞到最後 我媽媽連我舅舅後面都看不到 總之 搞得很複雜 明明是可能我給你電話 你Facetime已經可以了 他就說到 完全這件事是無寧兩可 你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到真的知道的時候 已經走了 斷了氣 好了 這個都算了 因為今天講殯儀 之後我就麻煩志祖師傅 因為我初初就 我媽媽是女兒 他哥哥最大哥哥 掌天為父 好了 他哥哥走了 他又沒有兒母女 那當然是 他那邊男家的弟弟 或者弟弟的兒子做 是不是很合理 一定是姓那邊的那些藍丁做的 很合理 好了 告訴你 初初談談的時候 第一天談談的時候 都無敵的 大家都說OK的 沒有問題 讓我們那家去決定怎樣做 我們其他人夾錢就OK了 說完之後 表哥說 因為他父親都很老 我表哥說OK的 我媽媽姓的表哥OK的 我爸爸就說 叫阿謙找師傅安排 我就問子東師傅 你記得我第一天問你 我就問他 搞這些 怎樣安排 子東師傅說 簡單一點 做OK 然後就跟我的表哥說 說完表哥說OK的 然後第二天 我表哥的老爸打去罵我媽媽 他說 你搞那麼多事做甚麼 他都走了 簡單一點 哥哥都沒有說要這些事 因為他老婆不理 最大就是我那個表哥的老爸 即是你媽媽的哥哥 其中一個哥哥 當時已經是最大了 當時 我媽媽的哥哥就打去罵他 就說 你搞那麼多事做甚麼 浪費這些錢做甚麼 很無謂 但其實他哥哥不是沒有錢的 我要事先聲明 他哥哥不是沒有錢的 因為早就已經上岸了 於是就罵他 我們不理 如果你堅持要搞 你自己搞定 即是我們不會參加 不會成 又不會出錢 他言下之意就是不出錢 簡單來說 他不理的 意思是我不出錢 OK 好 我媽媽說 我媽媽就比較疼雞 我媽媽就說 阿謙 你搞吧 你怎樣安排 於是我就跟志忠師傅說 如果是這樣 因為他完全沒有男家的子女在 有很多事你都做不到 而且就算是 因為他們連靈堂都不會來 其實你訂一個靈堂去搞其他事 都沒有意思 可能只有我那家人 完全是變成一件事 你扣帽子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扣過頭 就是說 他什麼都不想來 蛤 但他自己的老公過了身 不是 他最後都有你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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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不人害怕 最後有你的 我稍後再說一句故事給他聽 你就知道他管什麼 於是搞搞搞 我們請麻煩志忠師傅幫忙安排 重解儀式 去到出品 安排遺體去火化 那天 我舅母離奇地出現 那些剛才說的那些表哥是沒有來的 換了另外一個表哥來了 另外一個表哥來了 那個表哥都承擔他的責任 是 因為他爸爸是第二的 但是他爸爸一早就走了 OK 他過來處理這些東西 那好吧 那我舅母 那天居然當日到場 即是他得知你們所有細節 之前事前沒有參與過 然後去到你們正式搞那天 然後就來了 是啊 你這個人這麼厲害 不過不是白鑑 類似的東西 那好吧 我們就搞 那天搞一些儀式 去看我舅父遺體 他進去 他就 Felivele 我心裡想 因為我當天認不出他 他搞得很潮緒 我心想 大哥 我內心是想你害死我舅父 你哭什麼事 我收爹 我心是這麼想 因為很生氣 雖然我不叫我舅父從小看大 不會是那些 經常都照顧我那些 其實我和舅父也沒有什麼感情 因為他也照顧我家 小時候 不算是照顧我家 都叫掌兄為父 簡單來說 我媽也受他照顧 我覺得送他去懲教 幫他處理這些東西 我應份的 雖然我媽是女兒 好了 他來了 Felivele 好了 Felivele完 完結了 接著 他那些外家的親戚就說 因為要載他去火化 他外家的親戚就說 去到火化應該也沒什麼儀式做 如果是我們就不去 我們就不看著 那我心想 喂 大哥 他都最後一程了 你去一去 那個地方 看他官務 送進去那條運輸帶 有什麼這麼難啊 我心想 為什麼都不去 又不是沒有車載你 如果你開聲的 我車載你 我叫多一輛車載你都還可以 你多少個人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真的覺得你不要這麼涼薄 那好吧 那算了 你不去就不去 那好吧 那好吧 那去處理完的儀式 我跟著志宗師傅和他們的手足 一起去處理完 那我就走了 一上車 一開車開車就走 電話就到了 他打給我媽媽 說你哥哥的事情搞定了沒有 那我心想 難道他良心發言 就是關心一下事情搞成怎樣 你哥哥搞定完之後 那個死亡症和火化症 那些文件你還給我 因為我要申請那些殯葬的津貼 我真是丟你到美國 我真是生氣 我心想 你真是很懶惰的 你老公送去火化 你都不懶惰 你走去你的臉葬肺 大哥 那些人送去火化 你扣我都沒有去的 剛才不是說了 他不是只是跟他外 他外加那些人 他外加的人代他發言 說阿姨你不用去 沒有什麼儀式做的了 到那裡 我心想我當時興到我 你老公 都無畏火起三將 大哥你送他 你都不送他 最後一程 然後我上電話 搞得還未搞定 我都未下山 在哥連神閣那邊火化 我都未能走過山路 他就已經打電話給我媽 說是否搞定了 你記得拿給我 因為下星期約了社工 我真的瘋了 接著我收拾 我說媽媽 我不是我的媽 我說 我不是我的媽 你平時叫媽媽 就是我叫媽媽 你趕快拿給他 什麼瘋了 你以後不要再理他 這麼好人 你還要拿給他 這樣也要拿給他 始終是他老公 他有沒有問你拿回白金 不著話 他不是敢拿 他敢拿我 我敢給他的 你明白嗎 他敢拿我 我以為你說你敢打他 我又不會 始終是長輩 但我真的很生氣 這件事 很恐怖 整件事很心寒 這件事一生氣 其實我是生氣我媽 基本上是全家族 是的 你媽媽的哥哥 都很有問題 你是兄弟 還要一起合 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你不是一個人出生 我不是要你 其實我最初的提案 我是說 不如我們家出大份 因為你始終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們家出大份 你們心意夾 不夠我們補就行了 他們說不可以 你用不著搞這麼多東西 我們不會來 我心想你甚麼 跟你舅父有甚麼仇口 沒有仇口 你明白嗎 是因為人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 我心想不需要你 甚麼都不做 其實我上次都問 阿廉老師甚麼 其實很多事都想做 然後他說不是我 因為他們那班有些問題 不過很有趣 他們那些兄弟 我跟你說要不要車 記不記得 然後他說不用 他們不來 每個人都說不來 那不來 那車甚麼 然後去到很有趣 我問為何那麼多人在 我還問他 他說不是 好像你的家人 你記不記得 是呀 因為我已經認不到 我認得他很潮水 很潮水 因為他平時見我們有化妝有性的 有戴假髮 我完全認不到他 你只是說他戴假髮 不是 今天沒甚麼 老人家很正常探望 拍老人家 但問題是 大哥 我真的興到我穿了燈 因為我跟子忠師傅說 前後跟他溝通那一輪 整個月 一直到託 因為是離譜到甚麼 他來普通連死亡證都不能拿 是子忠師傅去幫我搞的 我早就跟他說 要不要幫你搞 然後他說他們搞 他自己不是很 Into那個死亡證 還打來問你 為何他自己不去 因為你不搞完 那個出殯 即沒有人去開 因為你要有一個殯儀公司 去幫你處理 你給他一張單 他才會批評到錢 我們有個印仔 大哥 我不要說不要聽 我生氣甚麼 你有個舅父 孤零零 在那裡 你不拿 你是不是有病 我神經病 我發電 我真的生氣 我發誓 絕對不會跟他們來往 是呀 這些人真的不用跟他們來往 除了我的兒媽是好的 但是他那些 他那些哥哥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 但是舅母都瘋了 他這麼多年來 他們沒有子女 有些可能說 跟你感情沒有了 但我純粹把感情給了子女 但他們沒有 他們這麼多年來 都只對著大家 其實我為何我也這麼生氣 就是因為我舅父 基本上我舅母 一輩子人 雖然我舅父不是很有錢 年輕時他有錢 無微不至 整副身家被他敗了 真是的 我舅母十指不碰陽春水 無論起居飲食 我舅父照顧他 所以其實我想不明白 這個人可以這麼涼薄 是啊 到了你老公這麼危險的時候 你都不去處理他 你還打算把我的責任 射給其他人 我覺得你看生死這些事 你看到那些人 通常那些人說他有了寶寶 他不行的那些男朋友就會離開 或者叫你落了他 其實生死其實是好看到一個人的本質 是啊 你去到這些時間 你的兄弟就變形了 也不需要增加產 有時候不一定是增加產 來都不來那一刻 想著不來 你可以完全想著不來 那個兄弟不是跟你沒有感情的 即是 大佬 你們都七八十欧 都八九十欧 都一輩子人 一輩子人的兄弟 你不是 離一離 就算有人不來 你叫你的子女來有什麼問題 他們很有趣的 那一刻在那裡說 到離開之後 就說為何會這樣 在那裡開始有很多說話去說 然後又說 我們以前的關係是怎樣 為何現在離開了 聽不少 很多 很多 我當你人在那裡的時候 你不珍惜也好 子忠師傅剛才說的例子 起碼他離開之後 也有些人扮一下 那些是連扮都不扮 最糟糕的那些是扮都不扮 你說兩個都是糟糕的 誰是糟糕的 我都扮都不扮 我就糟糕的 就是令到其他人不舒服 你明白嗎 你令到其他那些 有的心在那些人 那些人都不舒服 你先人肯定感受到 老實說 我經常覺得 JC虎經常有說 其實先人離開後 他有感受 有些人都會感覺到 你究竟的心意是怎樣 喂大哥 你不要這麼糟糕 最後就這樣幫他搞定了 那一段落 繼續不相來往 之後他的舊帽子有打給我媽媽 他問我媽生他什麼 我跟媽媽說 你電話都不能聽他 他還不好意思 為何你媽媽是讓他感受到 因為我媽媽是比較臨線的 而且我媽媽平時都會跟他 因為我媽媽的歌 我舅父在那裡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經常打電話 經常約他喝茶 或者會拿東西給他們 照顧他們 因為老人家又沒有義母女 我看到我媽媽一段時間沒有打給他 就打給我媽媽 就問我媽媽 什麼事啊 怎樣怎樣 是不是生氣我 還要問這麼大 我準備去旅行園了 然後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知道了 然後他收到線上和我爸爸說 我爸爸說 他去旅行園 難道我載你去嗎 你是暗咎的 有時候我覺得 我的立場就是 我舅父在這裡 我當你舅母 我舅父不在 我就當你暗咎 因為你這樣對 因為你基於你這件事 因為你跟他是婚姻關係 你都沒有尊重過你跟他婚姻 你不會是這樣嗎 你朋友都不會 你還要老公老婆 到了幾十年 你睡在你旁邊 你都不能搞 你還好意思打給人 我怕他去醫院 我怕去醫院 是因為我最後我媽媽才知道 因為送他上救護車 即是他送了舅父上救護車 即是他打他 然後你媽媽就不想了 不要問了 我立刻去幫他們 我媽媽說搞不定 我媽媽因為我媽媽都扶不起我舅父 是 他說你趕快去按平安鐘 因為你老人家跌倒 你立刻叫車 然後他說不要 我又怕血了 我又暈了 我去不到醫院 我一去醫院我就暈了 他跟我媽媽這樣說 後來我媽才知道 後來不知因為什麼才知道 原來他不想去醫院 他想跟我媽媽過去 因為送醫院 你會有人跟車 你明白嗎 他不想去醫院 他不想經歷這件事 不想進去醫院 嘩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這樣 故事就是這樣 我最近發生的 所以溺溺在目 所以我比較 那一口氣都還在 過多一段時間 我未必會生氣 因為我個人都不太忌受 嗯 比我過多三五七年 或者他入肚為安之後 那我就不生氣了 其實我覺得真是說真的 在做殯儀的時候 在做殯儀的時候 真的見過很多 有很多 會不會有人跟你爭吵 爭吵就 即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就沒有 不夠膽的 真的不夠膽 他會說大哥 就是最多 失少給小姨子 不是,他很有趣 不過最多可能 我們通常就是 如果我們做殯儀 我們講基本上上房的那些 那兩天的 通常就是 從第一天就先收錢 收完錢 第二天就不用搞那麼多事 你知道在寧堂又要出殯 又要很麻煩 有些人很有趣 是要拖到第二天才給錢 即是臨酒、臨出殯 即是臨國官目推出來才給錢 即是按鍵那一刻才給錢 不是,按鍵也好 即是他要在一個寧堂上 唐官先生會問那個逛街 什麼時候 他說多少時間 我們要不要現在師傅到 化妝小姐搞定 所以跟阿莊 才給錢 很有趣 他覺得好像未完事 很簡單 不是拿你很多 還有第二個問題 人家是做了事情 還沒完 你不用拖 即是那些心態 有些很有趣的 有些很有趣的問 可不可以給支票 甚麼票 大哥,我怎知道 應該是空頭 開了之後收不回來 很難搞的 你知道 我不想追求你 追不到的 你大堂只要怎麼追 真的追不到 追不到 最多難道我寫你的名字 個人資料放在宣傳 沒有的 你這樣也沒有用 我不知道受不受理 很難說 業界賣碩 以後他讓我騙人 死人一輪接 可能他用另一個名字 對,我用另一個名字 他不用那個名字 下次我不用這個名字 找另一個人幫他報 我用兒子去做 OK 不是很多的 你既然說沒有人會跟你爭取 飲宴 你有聽過拆人情付錢 我想問有沒有人去 即場拆白金 有,一定有 即場數白金 數完之後就晚上用那些錢 他們不是的 為甚麼 他們一定… 我們通常… 呼氣 我們外面有個收錢 他們會自己寫名字 他們就會看一看有多少錢 寫回那本寶寶 但他不是即時數白金 因為他要入數下去 這個 但通常就是晚上回去 我們才叫他們看 看完之後 那條數夠了 就拿出來用 你也知道白金是這樣 這個我也覺得合理 這個比較合理 因為我八卦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 寧堂立即… 或者寧堂搶白金 即是那些又是那些不合理 有…有的 怎會沒有什麼錢 可能你也知道 有時候… 我上次是說 那位弟弟離開的 那位弟弟離開 那兩… 兩… 他的哥哥姐 兩子弟 和哥哥 他們有分開兩班朋友 那裡不用理會 看看那個人 是不是有多少 不會理會 那他的朋友來 他就會去付白金 那有些白金是否擺出去 或者是他見到 那兩個人就給他 會這樣 對不對 有些人你也知道 不會出來給的 我是特地給那個 就像我們去飲宴都是這樣 我不給你 我給那些 即是你不給男家給女家 對… 專門是給那個新娘 明白… 那他去到… 聽聞就是 拿完整理後 就把白金拿了 然後就說 我拿來賣帳 大哥 白金給他的關係 屁事嗎 對不對 我即都可以 我也是的 因為譬如我跟… 假設… 假設我跟那個子中師傅熟 即是我去做這些儀式 我直接給那個子中師傅 是呀 會的 就不會給你的兄弟姊妹 不會的 很合理的 都很合理的 因為我的心意 是去憑釣那個先人 但有時候他拿了 即是可能外面那一塊 他先拿了 接著就說老爸拿了 真是混亂 是呀 混亂 黑了老爸拿了 是呀 在那裡吵 拿了一些白金 今晚又有錢倒了 是呀 真的在那裡吵 難怪那三個子女 這麼討厭 有的 真的有原因 外面有很多這些 不過有些… 沒有做得那麼出面 有做得那麼出面 有做得那麼出面 有些人是拿這些 拿了那怎麼辦 我無賤了 就這樣 有很多 這些好東西 拿到了 是不結了 嘩 這麼厚臉皮 有些白金要錢的 他那裡的錢也挺多 其實有時候你有頭有面 或者你朋友多 親戚多 其實都不小 就這樣 拿當一個是一百零一塊 一百零一 通常如果淑掉那些 不是五百一百 五百一千都有 基本一百 有些 當最基本一百 你一百零一 三百零一 五百零一 這樣 收到收到一萬多千 是呀 七百就很少 通常一千零一 收到收到很少 那你這樣拿一吋 後面皮一吋 一小時都不用 雖然可能那裏不夠你的錢 去賣全商單 但那裏可以掩蓋一點 幫忙 拿了就沒得說 譬如你師兄弟姊妹 夾四份 一人給一萬元才算 我在白金裡 我又拿了五千元 那我只會出五千元 還有一些很簡單 我們說一些特別 有些是道教 有些是佛教 有些是天主教 天主教 即是教會 還有一些喇嘛 藏族 那些真的打到七個一皮 我真是民心 試過 不過基本上 即是他們宗教之間 宗教之間 他很有趣的 是的 很多的 這個我都有聽過 多到你 明明我媽媽是道教 就是當了 拜開神的 可能我兒子已經信了耶穌 是基督教 我受了洗 最後 媽媽去世之前 安排媽媽受洗 會的 我要安排給媽媽 去做天主教儀式 我要找牧師來講話 是的 也有的 神經病 混在一起做奶尿牛軟 是 或者因為她想不用煩 媽媽就去天主教的墳場 但是不關她的事 因為你要尊重先人的信仰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吵這個問題 我媽媽明是拜神的 拜觀音 你無常人叫她去信教 那就吵架 基督教 真是神經病 試過很多次 你無緣無故要她信主 大惡 不是批評任何宗教 我們不是批評任何宗教 甚麼信仰都可以 但問題是你要尊重 是的 你要尊重當事人的方式 當事人說信教就信教 我也是這樣說的 信佛教就信佛教 信道教就道教 因為他們經常認為教會是好的 我不是說不好 真心理念是好的 我同意 但他們的心態就是 我媽媽走了就跟隨我 我覺得我很有資格說 因為我以前從小到大回教會 是 我真的 現在轉了 小學 我現在沒有特別宗教 我尤其是在教會學校 我也有資格說 真的 回到教會的人 我小時候聽得最多是甚麼 例如 有些題外話 有些教有信基督教之前 會帶觀音 或者信佛教有神像 他們會讓你全交出來 是的 有些教會是基督教 他們會讓你全交出來 你的金器、肉器 全部融掉 對 全部融掉之後 他們說不會給你錢 直接撥入教會 結基金 因為他們經常主張奉獻 還有他們的心態 我會覺得有些不同 我試過跟天主教 從小到大回到天主教會的人談過 他們就說 其實天主教好像相對地沒有基督教那麼迫 這件事是真的 天主教或是這麼說 其實人們會覺得 可能基督教是新朝的天主教 天主教比較老套 類似舊教 但是不知為何 基督教說是新朝 但他們的思想限制是多很多 他們是不能夠接受 你有其他信仰 其他信仰一定不好 其他信仰會覺得 除了基督教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神怪物 惡魔邪靈 然後我就會覺得 去到大後 為何我不回到 我就會覺得 其實你本身宗教很多東西 是導人向善 如果問題是 我從小到大 我真的見到很多大人的嘴唸 即基督教那些 我回到基督教 我會覺得你們不是信仰嗎 為何你們會有那麼多權力鬥爭 各樣東西 然後他們爭的 未必是很大的金額 就像剛才那些家族 這樣餵一口氣 然後我又不喜歡你 你又不喜歡我 我心想你們不是信仰嗎 然後到大後我就覺得 有時候本身這個宗教沒有問題 但是人們是令到整個宗教很惡靠 你是要強迫別人 他們只是覺得我的宗教才是最好的 其實本來所有的宗教 我經常都覺得不抗拒任何的宗教 我都不抗拒 其實大部份的宗教核心那條主旨 都是講愛 其實你可以堅守到這條原則 我覺得其實甚麼宗教都可以信仰 你都不應該阻止任何人信其他宗教 雖然你說十屆有說 不可以妄服其他的神 不可以信其他的神 主是唯一的主 好OK 那就OK了 這個是你信仰 你信我尊重你 信仰我都無所謂 如果別人信觀音 你又不說你邪魔 我叫甚麼 當然我有見過有一些基督教的人 有開始分明的 他們真的很低調 我會覺得我真是欣賞他 有些明白了 他們真的用自己的專業來不計回報 去幫別人 我覺得很厲害 有些我覺得真是很靈活地演繹所有的教條 教條 我覺得那些才是真正的教徒 因為你不要在條文上跟我斟酌一些字 如果你說欣賞 有些人會欣賞 因為我們見得多 我見得多跟不同宗教同時在 我們到道教做儀式 會有些信教派進來 信教通常都是不拿香的 這是基本的 但是有些人會很尊重 所以這些會尊重 先人要裝香 他就幫你裝香 因為他會尊重先人的教派 他明白了 中的這些字是不關他的信仰 我的信仰是不關上的 我現在是給免這個先人 所以這件事我會很尊重 但我們只是說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有做教會 很有趣 教會經常叫我們進去祈禱 是先人的 我相信耶穌、基督 甚麼都好 但為何他們進去又不裝香 那些人會說 不行 我不能裝香 你又懂得叫我一起禮堅 是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耶穌會不會叫你不做這件事 沒有的 根本他是向事的 大家愛你 大家都是向事 我自己信 我信好的教派 我信有耶穌 但我信的信仰是不同的 但我覺得是好的 對 我覺得你存在 但為何他們現在變了 你們不行 你們好像剛才那些神牌 那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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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耶穌 不是那些狗將來的 是 偶將 是 偶將 邪靈、偶將 甚麼都不行 你們去到那些地方 你不是應該基本上 你都要尊重先人的宗教 你又希望這麼強迫 別人尊重你的宗教 你要尊重人 別人要尊重你 但很簡單 別人很多都尊重他 因為是額頭 我躲起眼 祈禱 就做 但你有沒有尊重我 可不可以 裝回寺香呢 他們不行的 真的很多不行的 尤其是 自我給自我 尤其是我們會做事 剛才說要分開 幾家人 有些人是做教會 有些人是做道教的 基本上看到很多教會的都是不裝香的 但有一部分是尊重爸爸媽媽的教派都會裝回 當然有好有壞 是 很麻煩 所以你一說教會的事情 他們就在那裡吵 我要做儀式 這個就做儀式 然後就分開做 真的 試過… 先人又很忙 四點鐘 永遠都辛苦先人 到場很多 五點鐘做 五點鐘到八點鐘 就是道教還是佛教 然後… 很長 然後八點打後就教會 望離散 對,望離散 十點,好圓 即是我們要… 很難忘了 迎接這個弟兄 回我們的天家 他心想,究竟我應該去哪裡 我應該排哪個隊 去天家還是去… 還是去九龍橋 不過這樣說 我覺得… 互相尊重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 就算你家屬安排儀式 我記得師傅有說過 你安排很多 譬如道教好、佛教好 十二月天主教、基督教也好 你安排儀式給他 先人他自己都會選擇 你可以盡你的心意去安排給他 其實我也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都是盡你的心意 即是用… 很簡單 等於你不同國家的人 去到你那裏做客人 可能我會帶一些禮物或什麼給你 未必一定是你喜歡的 但你都會選擇收了它 或者… 即是你接收的人 一定都會感到喜悅 多謝你 因為你有心意 而你給那個人 也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這是你的心意 我覺得其實 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尤其是紅事白事 我覺得很多時候 本著心意做是最重要的 就不要想那麼多 一定不要想說 你以為有心出發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真是想用我的宗教 來送別的先人不要緊 但是不要說強迫 但人家要接受 有些是強迫 不過有些是很好的 我看到有些人 可能某個子女 她幫我媽媽信教會 不打齋 就算不教會也不打齋 什麼都不做 因為沒有什麼都沒有 之後上山 做完火化 做完儀式 她就特地問我 師傅 其實可不可以 我們私下去道堂打長齋 她說可以 你便做回 然後專門去… 真的是的 專門走來問我 去道堂找個日子 去打長齋給那些先人 是啊 很多地方是信教 她本身信教的 但是因為她想 在她覺得心安的情況下 她想安排多個儀式給她 其實… 我覺得這樣… 這些是最尊重在世的人 但是通常是佛教、道教 那些人就會比較尊重一點 尊重天主教的 是啊 但是天主教會那些 是不會反過來尊重你的 當然有些人… 我覺得你們是偶像 有些人是會尊重的 因為莊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尊重了 但是有些人是不會的 直接是不會的 所以我見很多 所以我便可以說 因為根本很多都是… 教會是比較強勢一點 真的 他們那個思想限制得很厲害 不… 他們想想的方法有些問題 我覺得 哈哈哈哈 你先說 不要緊我沒有所謂 不過… 真實來說 我們不是批評… 因為有些人是好的 我們… 我們有好人 我們有好人 切入點就是… 在面對這些事情上面的時候 就是… 大家給出來的反應 是的 因為我不是說批評你的宗教很遠 我都明白很多家人觀眾是… 有機會是會有天主教、基督教信仰 但是我覺得… 最基本 尤其是參與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白事 是中國人才白事 外國人送別的時候是… 送別禮 是 中國人才會素色白色 是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都是那一句 有時候先人走了 我覺得… 比最大的尊重是最好 尊重先人就可以了 尊重先人 尊重先人 尊重先人的意願 以及… 好像剛才傑宗師傅說 有些現世人 你不要搞那麼多明爭暗鬥 那些爭殘 其實先人都會覺得… 但是很多也有的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走了 我記得聽師傅說過 還是聽過一些嘉賓說過 其實他先人走那天 即是在靈堂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那裡的 是呀 回來了 坐在那裡的 不是夾他回來 會帶他回來 其實他見得到你們在這裡的 所有發生的事情 還有何必呢 即是去到靈堂 你們要約的話 是否私下找你約出來 如果你要打架的話 出了靈堂 你和我打架 是呀 現在說過一個就是 試過聽到一些客人 在靈堂上吵吵吵 即是說說吵架 真的打架 有的 你剛才說真的有的 搞到好像黑社會那些 然後上報紙的 真是上報紙的 烏滑仔 你有沒有看那個… 我知道的第三集 是呀 他捅死你的 是呀 不過很簡單 那些幫派通常都沒有這些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你雖然說那些幫派 反而他們幫派去到這些 他們不會的 他們不會做這些 是呀 他們很相信這些 是呀 因為他們會相信關二哥那些 他們會很尊重這些儀式 是呀 即是他們那些做… 即是會覺得今天不要搞事 大家就靜著你 是的 那些禮數是做足的 是呀 真的 即是你見到那些江湖大佬過身 那些小朋友 或者其他堂口 其他字頭的人 是呀 如果去到現場 即是人家是做足走的 人家是不會吵 即是不會… 即是不會故意選擇今天 是呀 即是如果我真的要選擇那些 一定是跟你… 去海深仇 去海深仇 不會在這裡打機 即是簡單 即是這麼說 有些人我覺得 現在有電話這件事是… 都好的 但有些人不知為何上靈台打機 我都覺得 開大聲看東西打機 即是家人 是呀 還有一些小朋友 即是小朋友要教導的 是呀 跑來跑去 是呀 即是基本上… 尤其是… 我們都說了 你去到尊重 我試過有些客人 明明跟他講明 你去那天 是不是不要穿拖鞋 你叫我講過 那很正常 這些都應該… 尊重不能穿拖鞋 是呀 尊重不能穿拖鞋 不能穿拖鞋 不能穿拖鞋 穿長褲 不穿拖鞋 他就特地要踢拖鞋 就像沙灘一樣 是的 好像剛才… 夏日摩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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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屋過來 睡醒 他只是穿紅袋 穿拖鞋也不要緊 你過去… 你過去就穿拖鞋 他不是 他特地穿拖鞋 不知道在做甚麼 有些材料 有些人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很反叛 你應該要逼他 你一定要穿拖鞋 你一定要穿拖鞋 金明說給你看 不要戴帽 是要戴帽的 教極你都不踢 你去廟宇 去這些地方 你這些基本禮儀 這些是真是家教 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待會撞夜 是不是賴我們 你去到遮蓄了這把火 是呀 就算你放那麼多 就算不是撞不撞夜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你給先人覺得 尊不尊重 你戴帽子過來 又遮蓋 有時有些男生的頭髮是欺騷的 所以他覺得戴帽子在那裡遮蓋 但你要明白 沒有人理你這件事 我想說 其實剛才我的眼神 那一刻看著他 我有些聲音 我不用聲音 我不會說他 我跟他很朋友 然後他再剝了帽子 平常我都看見他這樣遮蓋 但是你做節目 你不是真的會不尊重 不知道到去到靈堂 沒有 我覺得 你做為一個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尊重自己 尤其是你面對著那些未知 我不是說要盜理迷信 要信有鬼 有儀式 但如果你相信這些儀式 送別一個仙人 我想你都應該相信有靈魂有鬼 你對著人與人之間也要尊重 其實你對著鬼神 你更加要敬而遠之間 那份尊重要再多些 這些我覺得要再整理得正些 你不要做一個按鈕的筆頭 那些是該死的 你舔了東西 你就不要怪人 那些去玩 嘗嘗嘗嘗嘗 去笑 去玩 那些 除非先人生前特別交代 他們不會 其實基本上是OK的 但是好像看完周星辰那樣 有人看完破地獄拍手掌 有的 你以為沒有嗎 厲害 一流 真的 你以為沒有嗎 我想問他們是幾大年紀 什麼人都有 幾歲到幾十歲都不小心 幾歲那些我覺得他小孩子知道鬼嗎 他覺得很厲害 可能他連生死都不知道 他生死應該真的沒有概念 有時候沒有概念 可能真的已經躺在這裏 然後慢慢才知道原來這個才是死 大過先回上去才知道 因為我自己的小朋友都是這樣 走了那些家人 他不知道什麼事 但他講一講一講 他知道原來遲些見不到 他就知道會哭 沒有了這個人 他很疼我 那怎麼辦 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這樣說 子東師傅的子女 肯定這些事情一定會撿得正 我老婆比較嫌 我聽得出子東師傅 和子東師傅雖然你說他經常都笑口細細 很可愛的 但我覺得他對於那些儀式的重視 和執著 因為始終他那個行頭是專業的 我覺得他這些事情一定會教導他的小朋友 一定會很清楚 總之要記住 我覺得面對這些生死或紅白事 尤其是今天講白事 我覺得其實 剛才講的幾個要點 要尊重 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有有很多事情要放下 無論是跟你那些所謂兄弟姊妹 或者親戚有些什麼深仇 但是那一刻 起碼在那一天 做那些儀式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放下那股成見 也好 那個叫做什麼 如果你去參加這些儀式 或者是你要牽涉在裡面 那個人一定對於你的生活 一定是有些影響 你才會願意去 還有一個重要的人 所以我其實都衷心希望大家 日後面 我都相信我們自己的觀眾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能夠選擇聽我們的舞台這麼多年 起碼不會有那些 不讓孫子去裝置香 或者不會有模範 因為很有趣 有時候很多人會問 師傅說我其實小朋友年輕 應不應該去 我自己又帶一肚子 應不應該去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可以不可以 說真的 很簡單 我經常問 我經常都這樣說 那個是你哪個 可能是你的好至親 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你最後一面 這些其實是不成問題的 就是小朋友 當然你去完之後 可能會撞邪 不過基本很少的 你不是搞事 不是亂搞事 沒有事 你去完之後 你會幫他做一件事 你可以爛火 抹身 然後去 繞個圈 繞個圈商場 經常教 去過大商場 吃下飯 多點人氣 然後去廁所 爛起火 抹身 才走 這個我很有感觸 又不是感觸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爸爸有一個跟他很好的兄弟 離開 但我媽媽不是在香港 那陣子他帶我去 我那時雖然很小 但莫名其妙地 我有這段記憶 我聽到那些大人在說我爸爸 我為何帶他小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很多都避忌 是的 避忌 我小時候就不知道生死是甚麼 我就知道以後見不到這個叔叔 我也知道 因為我自己有家人走了 我都帶自己的小朋友去 我不管 我說神經病 我看不到 是的 你不要管小朋友 認不認得那個人 但我要那個人再看得到 因為我都相信他會在這裏 他過來看一看 原來有多少人 過來看我的最後一面 因為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剛剛阿廖Sir所說的 人有多少個 最多是出生 結婚 和走 其實那三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走的時候 不要說風風乾 是要別人知道他走的一刻 是 你有存在過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來這個 我們講白事 我們來這裡就是告訴你 不要緊 你走了也好 我們在心裡有你存在過 會記得你 你有存在的 所以真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自己都會帶小朋友去 因為這個是基本的尊重 所以不要經常說 我小朋友怕做甚麼 做甚麼 這些只是很小事 還有我覺得有正常禮貌 我那時候都沒事 還有很多時候 放心吧 撞鬼也不怕 可以找師傅 如果你真的找我們 其實我們基本上 我們壇上所有介紹的師傅 基本上都可以的 追師傅 師傅當然是其一 志忠師傅 或者其他師傅 都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不需要怕撞鬼 沒錯 還有很多時候 我覺得心存境外 其實不會搞你的 沒有時間 除非你說你很低 但是沒有得說 沒有得說 你股總會有高低 當然你不要說 因為避忌這件事 而去錯失這個機會 難道要留下拜山才說 有很多人 因為這些事情 問了很多次 很避忌這件事 然後又很有趣 我媽媽 不是 我媽媽走她去的 她其他就是奶奶 奶奶那些走 我應該不去 或者她家人那些不去 我就跟她說 你嘗試不去 到時被人唱 你不要賴我 我真的這麼說 真的 因為見太多 你都見到 剛剛說的 全部都是因為被人說 好像你上次小時候 因為日記最大很多 你為什麼帶小朋友來 你嘗試不帶 可能更多東西說 即是覺得不尊重 但我覺得聽到 志忠師傅今天說 最大的一件事 我覺得面對生死 真的是尊重 不論是你家人之間 你對先人 你對宗教之間 你尊重真的很重要 你一尊重 其實你又不會被我們吵 說真的 說真的 其實剛才牽涉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因為不尊重 你連面對生死離別 你都沒有拿過心出來 好像她說 那陸房 阿嬤走 好像我 舅母 那些家人 或者甚至 你說剛才那個老爸 對於他自己的三個兒子來說 或者是說中價莊香 其實來來去都是說尊重 我覺得其實這個節目 如果香港所有人都懂得尊重其他人 我們已經無法做了 而且用心去對別人 就不用擺人了 其實我希望大家 這一集 雖然你說 白事 可能大家真的比較 我亦希望都是那一句 不希望大家盡量少接觸 但我覺得無法避免 是 人生一定要面對 即是誰的父母或家人 都一定會有離開的人 大家遲走還是先走 但是真正去到面對那一刻 你究竟選擇怎樣去對待這件事 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首先不要去忌諱 很多你自己內心的事 第二就是你尊重不同的宗教 亦都尊重你在世的親戚 亦都尊重已經離開的先人 其實這樣其實是沒問題的 白事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亦都是一件平常的事 每天都會發生 尤其是現在病局試了 每天都這麼多人認識 老實說 我朋友說之前做急症犀 他每天都黑霜車 每天都來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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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十倍、八倍 其中一個人離開的很簡單 但問題是你如何去跟他完成這一程 如何去面對 希望剛才的案例不是表達到你們 因為我相信我們家庭觀眾 很有質素 今天也很感謝梓忠師傅 多謝你找我而已 不說這些 希望梓忠師傅 預告一下梓忠師傅將會 不知道 很紅 先看看如何 先看看如何 好處 他已經算好了 可能別人不喜歡 不會 梓忠師傅 沒什麼圓的 觀塑員 怎會不喜歡你呢 希望很快梓忠師傅有機會 他會跟我們分享其他東西 包括上個怪談 放心 你叫他還是上來的 你也知道 然後 吵就希望 我都不希望這麼多人被吵 當然 如果有什麼 接下來會有什麼石膊天驚的案例 說廟宇的事 說廟宇都可以 說廟宇也好 遲些 有機會邀請梓忠師傅 你做過 你有做過 跟你做過的廟宇 告訴你 你也有做過嗎 我都半個月了 我四分一個 好的 今天很感謝梓忠師傅 下個星期相同時間 吊過你的海 拜拜